好,现在来介绍GPG4Win的安装 首先我们来开启浏览器 然后输入GPG4Win 那我们来找一下 那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网址 好,找到之后,这边就有一个downloadGPG4Win,所以这个大概要找一下,那他最新的版本是3.0,是蛮新的,9月20号 我们就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边会写说你要不要赞助一下 对,那因为我们目前没有要赞助,所以 选一下0.8 如果你觉得用的好用的话,也可以按一下赞助啦 那他就开始下载了 好,下载完成,我们来开启一下 那我们直接按右键,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,来按照 那是 那这个安装算是蛮简单的啦,那他这边是说选择语言 选择英文吧 好像目前没有看到,这里没有看到中文,所以就选英文吧 好,那他说欢迎来安装,那原则上都是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这个GPA到底要不要装随便你,那我们假设我们为了 以后如果万一要用到的话,会比较又要重装一次,所以我们全部都给他选安装 好,那预设位置就好 他就开始安装了 然后一样就是下一步 那他说要不要开始执行啊 那我们先不要执行好了 OK,那从头到尾,但是算是安装完毕,那安装完毕,那安装的时候 桌面会产生两个 那通常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底下这个 KLE OPAPRAL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安装,非常简单 KLE